這個禮拜多說話 但在你未說之前,我又要打插 講了你的故事 我先讓你們吃完蛋糕 你們不吃完 我們一邊吃,一邊讚,一邊讚 當然,廚神做的 哇,真好 是不是輪到你要讚 老鳳,好吃 是不是輪到你輪到 一個是我做的 不,又是一輪 不如你說說好吃成怎樣 即時形容一下 甜中,可不太流 有甜味 甜味道適當 就是剛剛那條舌頭 能夠容納的甜味 多一些不能,少點不能 蛋糕不甜很好吃 一定要甜 豈不是鬆化 嘩 好像我老人家那些 嘩 厲害 去老人家的骨 很鬆化 坐近一點 有點涼醒波的感覺 輪到你講 讚一下蛋糕 好吃到什麼 真是說不出 我還沒做完 還有顏色漂亮 要適色香味 好像人一樣 又有草色 又有朱古力 剛才吃了一些黃色 黃色又不是很深 又不是很淡 剛剛適中 三樣色合起來很漂亮 做菜給你們吃是最開心的 香漂亮 香就在樓下 三樓在地上聞到 就太過份 三樓開始輪到 一邊濃郁 一邊的電梯 一邊的香味 引到你門口拍門 嗯 所以 我不知道是你的蛋糕 我以為是另一種香味 是 女人香 嗯 你家裡都有的 但是就不是 你散發出來的 就是貓味 貓味 是傭人 也是女人 你家裡還有 女兒香 你們乖乖的 繼續吃 我就想講一個故事 好 在我還沒講故事之前 首先講 各位聽眾 我們看電話 是因為我們要看你們的留言 我再講一次 不用理會 追不上潮流 我們並不是自己在玩電話 忽略我們的拍檔 或者是我們沒有心情做節目 並不是 是因為我們 看看你們有沒有人說 斷線 聽不到 沒有聲音 沒有畫面 或者我們有什麼說得不對 聽 OK 所以請你追上潮流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困擾 比如看到有貓走過 你很害怕貓的 你不能接受貓的 如果靠上樓的 你也不能接受 是的 或者是太多樓的 他也不能接受 請你聽MP3 或者是胡蘇 你不喜歡 沒錯 或者我們坐得太近 你也不喜歡 坐得太開 你也不喜歡 那些請你聽MP3 我們不能接近 因為那個機構的鏡頭 就是這樣 然後人們就說 不是啊 城寨那邊就可以 別人都是Live 我當然知道 那個叫什麼 Ycast 他有App的 不是 那個Mixer是我捐給他們的 還有我當初 我們兩個 吸收了7000多元 進去的 是的 我們FORUM開到 現在有沒有問過你們籌款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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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籌很多款 不僅僅 要做到這樣 要有多一部電腦 兼加要有一部鏡頭 正在這裏 已經多了差不多2萬元 但是我們用了很低的成本 沒有遇到兩樣東西 都可以開台 但是 我們呢 黑虎經營 慢慢的時會添起器材 會遇到很多聽眾觀眾 滿意的 但是呢 不是今天這個最初開報時 可以做到 因為呢 我們現在這一刻呢 我們剛剛開報呢 起報呢 我們就不想 誒課金了 大家賣來看賣來緊 放下多少了 善了人翁 福有由歸 我們不想這樣 因為呢 其他網堂會這樣做呢 我們是別人的事啦 我們這邊就不想這樣 我們想做到一些節目出來 讓大家呢 看到啦 就是內容來建立友誼先 沒錯啦 那你現在不錯啊 根據啊 我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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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訂閱的人 不少啊 一個 一個多幾個月啊 是 成績也不錯啊 是 戰績不錯啊 多謝各位啦 多謝 多謝大家 還有不要想著去過新港頸嶺 就不需要課金了 始終都要 都要課金才能維持到 和進步 將來呢 將來一定要 其實如果課金呢 我們就可以 如果課得夠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買部電腦啦 買部電腦啦 買部攝錄啦 對啦 我們就可以 好像你們所說的友台這樣 這樣呢 五三個人 逼都不會很逼的 到時 就是這裡都可以 是啊 沒錯 譬如你平時看那些 錄的節目 那個就有16比9 原因就是錄的關係 因為是外於app的問題 我們現在用app 是必定要四方形的 是啊 但我都說過了 但我剛剛沒有聽到 沒辦法 那些聽眾 那些聽眾也不怪得他的 因為我們看慣了一些主流電視台 有個監製 有個PA 有個Floor Manager 不知道什麼 FM那些 有很多人幫你手 看著 告訴你 但我們呢 因為我們 貫徹 人人都可以開咪 還有我們內容為主的網台 就不會請那麼多位 去做這些事情 沒有啊 所以我們要自己做回 我們一腳踢踢了 又不用被人掃描了一些言論 我們自己看回 還有一定是Live 還有 香港現在還有直播 因為鄰近地區 已經禁止了直播 很少直播 試過一次 現在是新例 新例 最好笑的就是 有伺服器 起碼要儲一些 content 20天 有得秋後算帳 就算Live之後 不能變成神仙 即是一不一地 牽制別人的言論自由 即是以前說 例如錄播 例如放在Yuku 有個SERVER 可以抓到你證據 拘捕你 但直播就沒有了 直播就沒有了 即是不是說 有些聰明的政府 政府的高官 連什麼叫Stream 都不認識 不是政府 那個天才 那個天才 就是一個 很好笑 糟了 那個官來的嗎 是樹根 哦 那個議員 樹根 不是官 是議員 是議員 這樣都搞錯了 但這些就證明是草根 是 只有IT界 證明IT界 又不懂IT 魚龍界又不懂耕田 是做素地的IT界 是做素地的IT界 清潔界 投資也是 是 藝術文化界的人 也不是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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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素地 差一半 所以香港很瘋狂 今天的主題 就是 是 是 有 就是傻瘋神 怕我們傻瘋神 因為政府傻瘋神 還是社會傻瘋神 我昨天看了一個故事 我想說 如果大家聽過《若干日子》 都知道我講故事是很嚴重的 但我盡量 因為我昨天一直看 覺得很緊張 很恐怖 那我一定要說 說一說 沒理會 這個故事就是 有一對姐妹 姐妹和她爸爸 即是結婚的嗎 不是 真的是一個十五歲的姐姐和一個十二歲的妹妹 她剛剛媽媽過了生 她爸爸是做貨車司機的 所以整天都不在家 大部分時間她都在公路開車 媽媽媽過了生 兩個女兒就很不開心 因為年輕人還是很需要媽媽的年紀 那時候 兩個女兒就在家裡有一天 就抽了一條根 說不如我們試試跟媽媽溝通 我們整個Sayon 即是降靈 找那些靈擺 媽媽 你在不在這裡 你在的話 你順時針 她就轉了 是不是真的你來的 是就轉了 然後就在那邊玩 這段時間 這是在說中國 台灣 美國 不是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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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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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小女兒 自己的 又沒有那個VG Board 即那個推來推去的那個 就這樣拿著靈擺在那裡 手不動 就順時針 逆時針 他們就覺得跟媽媽溝通了 一天見到她真的會生氣 這個時候 大姐 十五歲那個 心靈很空虛 有一天就有個男女打電話來 跟她聊天 就說 喂 我經常經過見到你 你好美女啊 然後跟她聊天 正常她是在那裡吸她的 但那時候 媽媽剛過了生 老爸又不在家 又悶 那就跟她聊天 聊聊一下 變得天天都聊 聊到有一天 男女就說 不如這樣吧 週末我們出去吃雪糕 好嗎 那女孩子 哇 想著 這個白馬王子的形容 自己很瘋 真的想著出來見到 是探長 怎麼知道是白兩金 沒見過 沒見過 是一個打電話來的 那一出來見到 竟然是白兩金 就已經很不開心了 但是那男孩子 就一直找話題跟她說 她說 你媽媽的事情 你怎麼樣 然後那女孩子說 什麼是我媽媽的事情 我媽媽不過世 我早兩天試過 跟她溝通 用零擺 她好像給我反應 然後那男孩子說 是嗎 她在說什麼 那女孩子那一刻已經生氣了 什麼叫她在說什麼 她回答不了我的 她最多不是純事針 密字針 走了 好了 從此大件事 從此呢 那個姐姐和妹妹在家裡 就經常聽到一些怪聲 一些 嗯 接著呢 走路聲 敲場聲 接著譬如那女孩子說 就說 喂 怎樣啊 待會好不要去什麼 這樣 yes no question 是不是那些呢 就出三下 是是 兩下就不是這樣 很明顯 這間房子好像有另一個人在 另外一個智慧是溝通到的 是的 接著那兩個女孩子說 糟了 是不是媽媽來的呢 終於忍不住 很害怕跟我爸爸說 接著我爸爸就說 這個世界沒有降靈這件事 沒有招雲沒有降靈 這兩個不要瘋 那爸爸永遠在家裡的時候 就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他一走了 就不斷地出現 走路聲 鐘擺聲什麼 有一天 他們聽到 在床屋傳出 敲那些水管聲 這樣下去 就看到牆上就寫 I told you I will be back 這樣 紅色寫光 接著兩個尖叫衝出去 報警 警察來了 接著 嗨 是茄汁來的 接著那個爸爸就說 還有誰 就是你們兩個弄出來 自己寫日 沒有人相信 警察又不相信 以為兩個小女兒惡作劇 跟著媽媽過身 跟著很需要人給她注意力 做這些事情 直到有一次 如是者再嫁了一段時間 那兩個女兒還天天在家裡很害怕 老爸繼續不相信她 到有一天 老爸 放工回來 三更半夜 看到兩個女兒站在家裡很害怕 接著那個鄰居就說 什麼先生 你很快點進來 你兩個女兒站在那裡幾個小時 又不敢報警 因為已經報過了 沒有人相信她 沒有人相信 接著就說 他們站在那裡幾個小時 又冷又等 我看似乎真的有些事情 他們兩個真的很害怕 接著他爸爸還說 又來 這次還犧牲自己 站出門一動 玩得這麼認真 玩得這麼認真 接著爸爸進去 就打算看看有什麼事情 打算你們兩個壞女兒救了 不要再搞這種事情 玩得快就夠了 他打算進去就拆穿他們 接著又是看到紅色字 寫在牆上 打算上次也是這樣 有什麼厲害 接著進去就看到電視是開著的 那麽爸爸那一刻就問一問 身上頭出去就問說 剛才那個電視有沒有開 兩個女兒說沒有 沒有 接著他繼續進去走 看到兩杯酒放在桌面 那麽爸爸那一刻覺得有點無管動 因為兩個女兒很小 不會搞這種事情 接著再上樓 就聽到有聲音 那麽爸爸一下子才來害怕 那麽爸爸聽到有聲音 對 聽到有聲音 那麽難道是真的 難道真的 我老婆回來 死鬼老婆回來 然後他推上上面到門的時候 他見到假髮 婚紗 原胸 接著他就說 Honey 以為是他老婆 他一轉身 見到是一個 畫了迷彩面的一個男人 拿著把斧頭 哇 老婆嚇到一滴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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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得出家門口 關上門 然後真的報警 警察來到 這次連爸爸都說是真的 不是假的 而那個人 是一個男人 浴服 穿了他老婆 見婚紗 那些鬼佬很流行婚紗 會吵的 不是租的 戴了假髮 然後躲在家裡 躲在家裡 然後警察到處找 找不到他 即是床 天台 到處找 直到聽到 咦 怎麼會有聲音 在樓梯底裏 那個櫃子頂著 接著警察拉開櫃子 哇 厲害 原來那個人 在樓梯底裏 作了一個密室 給自己 他長期睡在那裡 你想想多恐怖 他們有住在那裡幾個月 那為什麼要吃東西呢 自己想辦法 是啊 有乾糧 有煎 有上袋 那他為什麼要塗迷彩 因為他是軍人來的 不是不是瘋 他很瘋 他覺得這樣夾就漂亮的 可能是David Bowie 然後他就把他托迫回去 但是這個時候 判不了什麼 因為最多是說他 就是闖入別人家 入別人家而已 入別人家而已 就是沒事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屋主 是恐怖到瘋 原來你幾個月來 跟這個人一起住在這間屋裡 那這個人有什麼目的呢 這件事都還沒說完 這個人叫這個名字 是可以 好 我們先不開個名字 然後放了他出來 這個男生的媽媽 補了他 給了一萬元美金 補了很多年前的事 這個證明是一個很錯的錯誤 因為隔了不夠兩個月 有一個懷有六個月生幾 加上一個五歲的兒子 以及兩歲的兒子 在家裡被人用幾十刀 剁死了 Turn out 就是這個男生做的 是 當時放了一馬 繼續做案 是啊 而Turn out 最恐怖的是 原來 後來因為放了他 而那個女生 基本上不知道是誰 直到殺了那個大婦 連同一對兒子 審的時候 那個十五歲 現在已經變成十六十七歲的小女 嚇到呆了 原來就是當日請他吃雪糕的男生 就是當日來見他那個 是啊 所以你想一下 這是什麼爽瘋神 爽瘋神之中的代表座 這件事是很恐怖 真事 但是殺人動機全部查不到 因為是不明的 無差別殺人那種 是啊 你想想其實那兩個女生很幸運 為什麼幾個月沒有動她 沒有強姦她 沒有殺她 因為她在玩其他事情 因為她很幸運 她兩個女生在玩通靈 她覺得投入了你們的生活 跟你們通一輪 誰知就是救回自己的命 如果兩個女生很正常的 又上學做早餐那些 可能已經動手了 就是她覺得沒有樂趣 還有我懷疑 是不是因為男的對那個大姐姐有興趣 也有可能 所以不想殺她 你想想她完全是冷血的 她是把那個大妻子 一絲兩命 連兩個小孩子 殺了她沒有冷血 她不是一槍 是不停插插插插 插到血肉模糊成 認不到 是啊 很恐怖 這些可能有幾個 幾種精神病在一起 一種就是她要扮演身份 現在這個世界 不是 扮演身份 包括她的 角色扮演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越來越複雜 很多人很年輕的時候 已經受到很多壓迫 她可能她已經被老師 給她的父母 或者給她朋友 或者給她上司 總結 這個世界就不斷有壓迫 這些壓迫之後 那個人就會轉了她的性格 就是她被壓迫那個人 造型 造型的身份 她正確認了那個人 很奇怪 難道空姐 人家心目中很可怕 這麼多片太佬扮演空姐 為什麼 我看到大陸 有一件事 伯友扮演空姐 經常躲在廁所 香港有一個 經常在維園、天后、銅鑼灣大 出沒的 易復碧友是扮兇者 扮兇者 扮兇者這些 是不是又是另一個子 你剛才說的 角色扮演 都算是神經病 是啊 她有精神病 但現在那些角色扮演 那些小女生 是不是其實抒發了這種病 我想是 我又舉了一個 當年50年代很出名的例 這個就是一個 叫馬光喜 你聽過這個故事嗎 沒有 她的名字叫馬光喜 其實是一個很瘦的男人 但是 我似乎是新馬仔 他就扮了一個馬姐 馬姐 你知道什麼 新馬仔經常扮馬姐 就是那種 偶像 白衣 黑褲 梳一條很長的邊 是 真頭髮 去打住家公 這個馬光喜 就是 逆服了 變成一個這樣的馬姐 去了某人家 去了打住家公 打了很多年 都不知道她是男人 沒有人知道她是男人 沒有人知道她是男人 她的什麼目的呢 她又不是偷錢 她又不是 她是Duston Hoffman 她又不是有野性的暴力 是 可能 可能 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 她扮了一個這樣的身份 扮了一個身份 之後 滿足了她某一種的需要 某一種需要 可能 她喜歡被人罵 XM也說 她喜歡被人罵的時候 這個角色 就很容易被 被人罵 又可以賺到錢 又可以爽 是 被人罵 還有可以自己控制 什麼時候被人罵 生恨 做錯事 因為被人罵 比被人罵容易 比被人稱讚 像是中國人的工人 而且你可以控制到時間 或者 可能 這個我猜 如果給我寫劇本 她很喜歡去到那個家人 被一個 色色老闆 或是薄網 薄網 她是男人 但她有那種需要 她又滿足 所以我就說 很多時候 這種傻天神 是一個精神的扮演 精神的人的扮演 最後 這個人 馬剛喜被人抓了 被人抓了 我忘了是一件什麼 究竟如何砌到她成事案 其實這些 為什麼當時沒有人投訴 因為現在的傳媒也好 那些道德塔利班的團體也好 經常把潮流的物件 例如流行GTA 又說那些人很暴力 經常打遊戲之後 出到街上打人 就當真 什麼都賴 例如那一陣子的電視 說蒙面超人 又說那些年輕人 學了蒙面超人 跳到街上 但那時候 為什麼沒有人投訴 新馬仔 因為新馬仔 一是扮學生 馬仔 一是扮馬仔 一是跟鄧忌晨 去泳排游泳 騙肥老的錢 騙錢 為什麼沒有人投訴 那時候 那些人覺得很好笑 不是我年代的 完全答不到 我跟她的年代 有的 第一 就是做戲 做戲 什麼都可以做 蒙面超人也是做戲 中國人也是 因為她拿了NB分男 那時候你之前也不敢搞她 譬如中國也有 你看完熟身夾轉 有些年輕人都上了山 出現了第二家出走 拿著木劍和老友 一起上去熟山 跟她練先 其實整個故事 屬於小說 是一個橫豬樓主 吃鴉片之後 想到的故事 但寫得太認真 太好看 那些小孩子 十三四歲 就真的養毛 這樣 糟糕 如果看完東方不敗 就是自公 每個人都 都有試過 有試過 那你一直說 她說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看完之後 覺得自己 奉獻超人 試過一個 在天旁跳來 覺得自己是超人 風雷電 一聲跳來 隔死了 有這樣的 米奇 我當她的父母慘 這種 我們理性的人看 就覺得很蠢 為什麼要減得信 但如果在十三四歲 那個年輕人的心靈 她覺得這件事不是一個故事 是一個親事 是真的 可能是怎樣 我覺得真 未必是她相信故事的真 但她相信自己的經驗 因為她那種刺激 她那種投入和快感 是很真 她在現實生活中 她拿不到那種快感 拿不到那種快樂 正如有些男士 她會相信AV的情節是真的 我不會 我以為她的身材是真的 撒嬌 撒嬌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原來好的戲 做完之後 描寫英雄畫 描寫主角 是會感染到觀眾的 譬如我小時候 看那些專榮 Cowboy片 看完之後 回家就 要拿一把槍回來 又當自己真的是Cowboy 幻想自己 又騎著一馬 去打紅番 真的 那這個 你說是不是傻丟 那種刺激 這些不算是 這些都是刺激的 中了那種戲 男生看見英雄都是這樣 我看完李小龍 我家裡是士多利 以前裝啤酒的膠箱 一個箱托起十二支 我把空箱淹給他 整個背脊 然後踢下去 是否被你爸爸 刺激到飛機 竟然沒有 竟然我姐姐走來 喂 你這麼勤力 明天表演嗎 哈哈 然後又覺得很懶惰 果然是遺傳的 這個不是奇的 那時候描寫到 那女生很漂亮 看見她化妝 很多小女生 就靜悄悄 在家裡走了 是偷媽媽的畫面 是自己做的 喂 你女兒偷妝化妮化就算 你兒子也妝化妮化 糟糕 是妝化妮化 就看到了 帶胸圍來 但當時還以為在做什麼 有的有 絕對會 絕對會 你說男生 男生女生都會有 阿Norman 大老 這些是角色扮演 她覺得那些角色 在她來說是一個偶像 她可能想體驗一下 她以為彈了之後 就有她同一個感受 即是跟她的同理心 和好奇心也有關 她覺得很威風 戲一定是描寫到主角威風 不會壞 糟糕 現在那些人都去扮演Ironman 真的 真的 但Ironman不會死 飛不到就算 不會到外面 這麼巧 你說的角色扮演 我昨晚就客串了一個鬼鼓的節目 通常 你說鬼鼓來聽聽 通常鬼鼓節目 我講太多了 你剛才說吧 剛剛我錯了 那些 你先聽說 因為又是說了角色扮演 不知道為什麼鬼鼓 我講了角色扮演 我的主持人 他發現了一個 大家共同都看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早十年八年前 有一個人的樣子 好像黎彼得 又瘦 又小 小的鼻子又很大 曾楚琳 加尼比德 那樣 竟然 經常都把西瓜那麼大 他說形容到藍球那麼大 摺在空中 穿件針跡衣 有彈性的那些 穿條女人的短褲 穿高跟鞋 這是男人 這是男人 但是他就怪了 假裝女人 他都知道真實現實的女人的波 沒有那麼大 就是擺一個籃球 不是的 你也相信AV的那些是真的 但是沒有那麼頂 擺一個籃球 很誇張 有 英國的Jordan就是這樣 他就是為了很遠都有人看到他 其實他的心態已經不是想扮女人那麼簡單 他想讓人注意他 呼吸也呼吸不到 但是你放了一個籃球 但是的確有這個人 你說這些壓迫在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人 還是他很喜歡這個造型 還是他 正如有次公說 曾經壓迫過他的對象 是這樣的 有的 這是童年的陰影 他會自己扮那個人 但是還有一些政客 都去扮女人 我整個有的 政客 有的 那是誰扮女人 有個忠祐陽子都去扮女人 就是譯服 這些 我一直以為這些是成年人之後才會發生的 但是忠祐陽子那些可能只有十幾二十歲 二十多歲 但是他也有這個人 但是他也很投入 你覺得這些是真傻還是假 不要說他傻 就是說真心 因為為了省了很多自己做的 就是自己 出名了很多渠道 你認認真真去抗爭 像金英一樣 跟警察 捏過 還有講道理 甚至乎撞牆 甚至乎很多方法 太浪費力了 對 是不是這些投機分子 大哥你塗唇膏 戴上假髮 是不是比較容易 我也是投機的 還有 我覺得是 今天去到這一代 就發覺連衝擊都難 你要金英這麼英俊才行 是不是 他心形嘴仔才行 所以我覺得不同年代 他們的手法都會不同 我未必認為這些人是其中一半 未必是 但是另外一種 就是我們小朋友 最多見到的一種方式 就叫做 裝模 或者是炸癲 兩種 炸什麼 炸癲 其實我做電影那一陣子 不是炸癲 是明明他是直佬 就是假裝機佬 假裝機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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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跟人們商量 這個人是不是假裝機佬 當然不是 以前他不是做化妝 做了化妝 但當時假裝機佬 有什麼好處呢 他說原來 那些女的藝術師 是很蛇蛇 第一 就是接受不了男的化妝師 第二 就是 不知道有什麼人 就不敢聘請 通常是聘請女的化妝師 後來 不知道 因為有那些炸機立福的分子 就令到那些藝術師 就沒有了戒心 就覺得很前衛 即是覺得機佬很前衛 於是 就很多 無論化妝的崗位 還有一些 做美術指導 做服裝的 都是炸機的 那些藝術師 就想拿 因為他之後就會出名 升級化妝師出名很多 甚至乎現在有些很出名 最出名的化妝師 造型都是基佬 但最慘的是 有些直佬 但化妝又很厲害 那些就是被這些人 被這些人堅持了 基佬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在一個世界裡 他等於是沒有比賽 即是基佬和基佬的比賽之外 男人又不會老老相識 你明白嗎 女人又會當他是自己人 又多了一個保護 然後男人又不覺得 你會跟他爭女 你明白嗎 所以就是好著數 因為兩邊之常都立了 但我發現了一個人 其中一個 他做服裝的 平時都扮了基佬 甚至早前做網絡紅人 有一個天后的歪文 大坑歪文 那個人看起來好像基佬一樣 但我有一次在銅鑼灣撞到他 後面洩本龍虎門 不是MK的 老實實 問一下各位 你能否幻想到一個基佬 會喜歡看龍虎門 不可能 你只是幫兒子買 為什麼 不是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真的被你通了他 不會放在後袋裡 幾年都想不到 怎麼搞的 哪有基佬太龍虎門 我幫你拆掉 真的謝謝你 幫我通過 不要嚇你了 這個 剛才說的那個炸天 那時候是一種方式 你都迴避了一些責備的東西 有個年輕時 很多同學 師兄罵他 他有一個方法對付師兄 不哭 不是 傻笑 你總之罵他 不是的 六八九也是這樣 對呀 一會兒說到那裡 這是很古老的一種應付方式 那老師罵你 那時候小學沒有那麼多面子給 不會就著你 甚至扭兒子 心理 不會就著你自尊 罵不罵 罵到你雞毛壓血 那些年輕人都懂方法 如何對付他 就是傻笑 嗯 那你 那個老師 小時候 大概還未認識的 那時候 那時候不敢反抗 他對著他 不斷傻笑 傻笑 那傻笑 全班 又不敢笑出聲 就個個陰陰笑 就在那裡笑 那老師都知道 罵了一個人 沒有反應 而是傻笑 如果你罵他 還生氣 沒錯 你罵他 他撞太頭 是 很自卑 很慘 或者哭 那老師就會 閉嘴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達到要求 但是 你一種反抗 你真的跟他打過 但又不是跟他明打 你傻笑 裝瘋 裝傻 他就真的催你不上 他那時候又不敢刮你 有些人真的刮到牆 自己狠狠 被他激死 這個劉天梓是最聰明的 激死先生 他們在說 可能被人落臉 或者會做這件事 但我自小看舞台 也有一個角色 去到很極端的時候 哈哈哈哈 蠢子王 不是被人斬頭之前 那大俠 那個心理狀態是怎樣 大俠 為什麼會覺得 他不是很醜 他覺得 可能我刺殺了這個人 我覺得 成功 對 所以在刑場 哇哈哈 這樣 直接殺 但是 中共最了解 我不明白 你說被人撞那個笑 還是被人撞那個笑 被人撞到刑場的時候 被你說了兩句 不是 他假裝瀟灑 生死自知道愛 對 一個英雄人物 死都不害怕 告訴別人 雖然我被人撞到刑場 但我原場無悔 狂笑 就是向天這樣笑 但現在中共折惰到 人們打靶 吃點就弄到舌頭腫了 是嗎 我這個 有聽過 他連你笑的機會都沒有 對 清朝也是這樣 清朝也是這樣 因為怕著那些人 罵人 或者罵官 你也殺他 你什麼所謂 這樣就怕 害怕他還沒死 害怕他還沒死 在村居那種貪污 我沒有空襟 那種是用梅 找一個 那些馬 要含著個壁 是木 好像那顆 它不止 它是橄欖形的 就是馬 就放了口 所以兩條 就是這樣含著個壁 我們中文叫做 含梅疾走 梅 英文叫做壁 這裡就牽著兩個馬姜 那你一拉薑的時候 左轉右轉 就全靠馬的 那個壁 那個感受 它知道你 那騎者想他轉右轉左 那就要靠個壁 或者快慢也是 停馬也是 沒錯 所以叫快壁慢壁 或者停壁去壁 左壁又右壁 左壁又壁 那這個呢 他就怕些人會這樣 會吵 這樣就把清朝那時候 很多人斬頭 之前就被壁咬住 咬住那壁 一咬住那壁 根本就出不了聲 你不讓他罵出聲 我覺得很節奪 連最後一句衷心說話 都不准你說 有什麼訴求 或者有什麼遺言 就不是說吃藥 不是現在是吃藥 那時候是物理上的阻止力 你喊了 你出不了聲 現在就是用精神方面 用精神藥物 用藥物來阻止你 我真的覺得很糟糕 你都拒止人死地 說遠都被人說一句 沒有的 沒有的 極權的世界 怎會理得你 有沒有言論 真糟糕 他已經想你死了 他還理得你這麼多 有一個人 我小時候看過 他被人腰斬 他把自己的血 死了很多 李師人 是假的 腰斬還寫到 用自己的血 因為他還沒死 死不得了 因為他流不流 因為他上高的腦清醒 寫了一個冤字 寫了多少個冤字 寫了冤枉的冤字 寫了很多個半 寫了很多個半 你不知道死了 不知道十三個半 是多少個半 因為你那個痛苦 使得他只能夠寫 不能夠說 已經痛到不能夠說 是李師人 李師人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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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師人是被人拆死 瘋死的 所以炸瘋辦磨 很多例 聽說是泰國的王柱 這個出名 是嗎 近來 紅人 我覺得他真是喪 真喪 有什麼故事 他比較早前 他爸爸過世之前 他被人在瑞士 歐洲某個發達國家 周到他超速 是瘋了紋身 瘋了不是真紋身 是派對的 不是 不瘋了紋身 然後旁邊的女生 就等於沒有穿衣 是真的 他不預計被人抓到 他不預計 他的速度會被人拍到 想認到他是誰 真的 因為泰國好像不給紋的 黃室 不給紋身 是瘋了 是 完全反叛 完全是顛覆所有事情 我聽過傳聞 他這樣顛覆的瘋 他都希望那些戲做得相似 因為原來那些古老的皇室 包括泰國和柬埔寨 日本 日本好像沒有那麼瘋神 沒有那麼血腥 他都是為了謀的位 殺死人全家 黃宿就去殺死他一家 很多都是歷史的 甚至乎父親害怕兒子 繼任搶他的位置 也會殺死他 有 中國也有 很多這些故事 他唯有很入氣 令到他父親的威脅 一點都沒有的時候 到他父親死的時候 自己突然醒來 就可以順利坐到位置 有 巡衣三四 有一個這樣說法 但同時 其實人民 我們先不要說軍政府 他是支持公主 他姐姐繼位 但是現在軍政府 軍人那邊 當然是拿著肺 好過拿著民望 有精明的人就難搞 蠢的人 沒有 沒有也行 但是軍政府 比一個獨裁者更難搞 因為你看緬甸 就是 你點不到他的名字 沒有一個人被市民發洩 罵到他 像689的目標 其實是更難推翻他 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你沒有一個目標 令到那些人推翻他 而那些作惡 或者獨裁的集團 不停地換誰都可以 背後那個人 可能有這個人 但他永遠都不會站出來 你覺得人民很難推翻他 因為他很聰明 他前面有一個戰靶 所以其實習近平也不太聰明 目標 這個就是因為 跟中國近時的軍閥 確據都有相似 因為中國軍閥國趣 中國人很喜歡出名 要威 要威 所以他一拿兵權 他就要威 可能 這個軍閥的山頭 只不過是幾千人 但他都要把自己 變成一個 黃自鋒為黃 自鋒為黃 山頭 所以當時 北洋軍閥有很多不同的旗 很多支旗 其實每個都是賊 他們有兩樣東西 到今時今日都是 每個都是賊 他們做了兩樣東西 是取得水的 為什麼呢 因為普羅人民已經 沒有法指給他再炸了 已經炸到乾炸到醬了 變成借渣了 借渣了 所以他只有兩種方法 一方法就是攻打別人 我攻打你 你攻打我 看看誰好打 打了之後 他們把他的東西 你們兩個打的時候 我就承虛而入 掠掉他的錢 掠掉他的軍火 而人民雖然是借渣 但還會有勞動力 繼續要有勞動力 令自己舒服一點 講到勞動力 我們就要講講 就是最近團結香港基金 即勞董 就說 應該每年要輸入一萬五千 內地高學力的人士 是增加香港的 有 是假的 蘇文大學 印幾多 一個說中文 真的是 IFC蘇文大學 他已經無法判斷哪些 是真的 就算上面和你掃測過 他也會出事 不如這麼說 誰在乎 他們不在乎 現在是換血大工程 但最好笑的是 增加勞動力 真的好笑 叫一些很高學力的勞動 沒錯 他的勞力不是一定要肢體的 勞都可以的 他上面的勞動力 他有這裡的勞動力 你想想怎樣製造假的奶粉 假蛋 假米 假自由 我聽到這個新聞 我第一時間 在我的性格表態 我就倡議 我改善她的想法 我不是不贊成 16至28歲的 單身女性 高質的 就可以下來香港 解決到勞動力 因為很多人為了這樣 才會上很多工作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 工作不想不做 不如去烏克蘭那些 那當然啦 烏克蘭那些 16至25 烏克蘭那些要更小 因為要等她學這些話 要不然溝通不了 你學一下英文 沒什麼情趣 不可以的 現在不對不流行 現在是流行普通話 其實如果我在香港有訣端 我就要學廣東話 要振興以前嶺南的文化 因為跟我們說 為什麼不吹雞 明天三點鐘遊行 這個人 我對不起 要稱呼你為這個人 因為她在我自己的項目 已經被我封鎖了 為什麼 因為她不斷地 要點你做事 不是的 類似 又在說 為什麼現在不出大妖出來 大妖是誰 大妖是誰 然後就說 叫雙學三子出來做事 現在香港現在需要他們救 很明顯是 那些散播仇恨的訊息 第一 就是你叫那些人出來 你真的中了老小的毒 老小不停在廣播 那些人不停地點在前線的人做事 例如有一次立法會還沒搬 那些人圍著立法會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叫羽羊 下去做現場報道 叫羽羊 叫人衝進去 哇 大佬當自己是司令 這些人都中了毒 人家坐在那裏做節目 不停地點在前線的人做事 第一 那些人不接受你 第二 這些出心自願做什麼 做什麼 不同的台語 不同的風格 剛好你說這句叫喊三點 我也想說 那我就提一句 按照你剛才所說 我覺得 如果你這麼沒壓力 要在這裏才說到 叫人做什麼的時候 你朋友圈子 你家人都不聽你的話的時候 難怪你一定要在這裏 是不是也要怎樣做事 這些都是 這些傻傻的 你自己開個台 其實很容易開的 我們都是靠iPhone 自己上載影片 我每次都鼓勵別人 上來的嘉賓 我自己的節目 都鼓勵他自己開Live 很多人都聽我說 金英都自己有Live 他今天才有Live 在家裏做 人家有Facebook 就做到的 很簡單的技術 你想好聲一點嗎 我完全可以教到你 如果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留下 希望你每次的節目 只是吹雞 我都很尊敬你 吹雞台 吹雞台 這位叫什麼名字 Simon Chan 沒錯 如果你有興趣 我絕對可以幫到你 做好你的台 吹雞台 那你又說 吹雞台 再說一句 對不起 就是 Simon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 你找探長幫你做 我真的很鼓勵 你自己說自己的聲音 例如你想叫戴耀廷做什麼 你想叫雙學三姊做什麼 你就叫到夠了 我一定會分享你的項目 好像一個服務站 其實我某程度挺尊敬的 你提醒大家 你這麼熱心社會 我們當然很支持你 但問題是 我們這三條友 就不聽別人怎樣 一來 而且節目其實 不是那個聖親 不是一個功能性的節目 只不過突顯我們Live的緣故 很多時候都會講一些Live 大家都關心的問題 講一些 但是主要 我們每次都圍繞這個話題 例如今次 就是傻丁慎 傻丁慎 你們省著先 我去廁所 不好意思 我去審 審規 其實傻丁慎丁慎的慎是誰呢 我不會寫 如果借延 叫做慎 就是月字下面 不是 因為延字 就像個慎字 那叫慎 我想這個慎 跟慎字 讀音 讀了上升 是不是廣東話來的 廣東話來的 廣東話 就逢是去到尾 就一定將它講到上升 譬如說 我們說 堅倒 其實那個就是堅倒 你上次解釋過 這些是旗下人的口音 是的 口音來的 即是傻丁慎 有些人這樣解釋 就說 如果吃個鴨腎 即是鴨腎 就腎 很硬的 即是腎了 很腎 即是用一個質感來形容 即是用一個物件來形容 那個物件的質感 就是腎 很腎 對 我老爸也經常吃廟 我媽媽做一些東西 很腎 很腎 不能吃 就是這樣 很硬的意思 但現在廣東話 如果說到腎 就不一定是這個意思 就有一點點不化的意思 因為你都腎 不化 腎就很硬 很難消化 不鬆化 不怪不知 引伸了一句 不屌不鬆化 沒錯 明白了 立刻通了 今天通了很多東西 有些東西不鬆化 就表示人們食股不化 很多東西就是執迷 只是一個鐵件 只有一個套路 只有一個可能 每一種東西 他不會變通 將它化開很多其他東西 只是他自己想到那樣東西 就迷住下去 永遠都是那樣東西 所以 傻丁慎 傻的 就比較 身體 一點 癖的 就更加 mental 靠整個人的 腦筋已經開始 搭錯線了 不正常 慎就未必 甚至是 取捨的問題 就是執迷了一件事 永遠都很慎 不發 除了傻丁慎 還有什麼用詞呢 用人們精神不正常 不健康 精神不正常 傻丁慎 真的包括了 但是來到香港 廣東話 不停地變 例如說 人家搭搭地 搭搭地 搭搭地是什麼意思 就是搭錯線 還是怎樣 是搭錯線 很明顯就是 短線 短線 即是兩條電線黏在一起 即是癡線 癡線 是很廣東話 癡線 兩條線 大家搭錯了 有一個 就是 十三點 都是癡線 十三點 十三點有來源 不是漫畫嗎 漫畫 李慧珍的女生 叫十三點 是 十三點 是上海話 最初是一種揭後語 是 就說十三點 是打錯鐘 是 即是沒有十二點 之後再去一點 是沒有了 沒有十三點 打錯鐘 是 另外 就說 十三點 即是 沒有醫症 正路 突然間 那時候的鐘 是只有十二點 那時候的鐘 突然間說有十三點 就叫十三點 就是超越了正路 超越了正路 就是有些 很瘋的 很瘋的 即是前衛 有些就叫做 九吾搭八 是 九吾搭八 又是 又是 輕微的 一種 瘋的 他所知九吾搭八 前身是九吾搭七 沒錯 沒錯 哈哈 你知道九吾搭七是為什麼 不知道 就是九吾搭七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我這個 還沒聽過 你還沒聽過 我兒童的時候 經常聽到 老人說九吾搭七 那就是 九吾搭七 就是 那些人講下音的時候 因為九吾搭七 都很白 那視乎 九吾搭八 那就是 變成一種 前文不對後語 或者 答不上 答不上 這樣的意思 這也是 索丁慎尊一種的 變咒 我們剛才說 索丁慎尊以外 還有什麼呢 來到香港 就有很多變咒 因為香港人 見識的東西 比較多 有其他文化蠟雜 都放進去 所以 一蠟雜就有很多 新的版本 有一種 叫十下十下 是 有啊 有啊 Johnson YK 十下十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最早就是 九吾嚇嚇嚇嚇 是啊 是啊 對啊 因為 香港人很偽善 不是偽善 就是鄉偽 不敢說髒話 就算說了 也說是鴨尼洲口音 那些 有道德是鴨尼巴 對 明明好想說 變成鞋韻 有很多人 傳鞋韻的時候 就當作是懸吾 十下十下 慢慢演變為便宜 便宜不同個家庭 更早就宜宜 一定要變的便宜 為何他會說這話題 panel 有一個videos 有網上有集團 不停地有我們的成員說什麼話題 同一時間 你說一下我們的WhatsApp Group Chat 對,WhatsApp Group Chat 同時我剛才發出了一個朋友 發出一段影片來 我以為是混合了 我以為是在forum那裡來 為什麼無緣無故有段影片 在forum的人很正經 我就覺得奇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早前我第二次看 早前剛剛流行的唱歌神器 麥克風在喇叭後 喂喂喂喂 有回音 那傻瓜拿著唱歌神器打槍 應該是半夜 喂,到時起床了 半夜? 起床敦輪 還有回音很好笑 聽到沒有反應 還說了一句 什麼 什麼 類似的 那我覺得 其實社會的人 是不是真的 很大壓迫呢 這個 值得研究幾分鐘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 香港的 越來越多 這些 他又不是瘋 又不是 他是越來越出軌 越來越 從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行為 不同 其實是一種 怎麼說呢 一種 突破 現在 不滿意的生活 而去突破一些事情 一個顛覆還是怎樣 我不如問你 如果你們兩個 是那個叫咪的鄰居 被他吵醒 半夜睡覺 聽到他打開 那現在足夠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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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那你們會怎樣 叫又閉嘴 有人說聲 我是游脈 立即播一段行片 再播一些聲音 滿足了你 讓你再繼續吵街坊 你無非都是想聽到這些聲音 你反正開 開一條四仔 開一批咪在街上又播 這樣才能夠回應 這樣才能夠適時靈人 然後警察來到 敲你們 沒所謂的,警察都是來做事、做樣子 一來到,假裝睡覺,催眠不上,聲音不能錄下 有沒有位置,知道你在哪裏吵 因為開個樂隊房,警察怎樣做事 想到叫我們一起打火鍋,因為我們夾完了 警察說不吃了,沒事了,沒事了 這個社會有兩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他想借一些東西來逃避 逃避了現實生活上很多問題,很多煩惱 其實現在的香港人,現日生活是煩惱多 你不要認為只是立法會多煩惱 或者有錢人想買樓,辣椒多煩惱 不是的,因為這些大煩惱後面 一直引申,是有很多小煩惱的 譬如說,最近我吃飯,聽過我朋友說 他說,因為加了最低工資 他做不到生意 為什麼呢?他有很多伙計 每個伙計都加薪,他就已經受不了 那些人如果沒得做,他又出到外面 他又受到經濟壓力 他失去了,譬如說,賣開四十元也好 現在,他沒有五十元請到人 他四十元金運,他又沒有人來五十元請他 他又會失去工作 一路下去,其實一路連串 後面,香港普羅的大眾 其實是很多壓制 很多壓制怎樣反抗呢? 一旦是炸癲 有些是真癲,有些是炸癲 他用了這種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不滿 炸癲的呢?譬如你現在在街上逛街 你有沒有覺得 怎麼會有些人 奇形怪狀,這樣的騎賴樣 故意弄到自己的不不不不不不 或者呢,那個女生我見過 故意穿一條透明的裙褲 當了面褲穿著 遊客也是這樣的 有拍到出來 有這麼密集的 你不明白的,刺官 那不是時裝的 應該是 那是想表達自己的 因為,以我所知 中國大陸來的那些人 他不是瘋,不是其他人 但他的接受能力絕對比香港 是嗎? 很前衛 因為他們生活的社會 比我們更超現實 多多聲 這麼荒謬的事情 在街上什麼人都有的時候 他們看到人的品種絕對比我們更多 他們來到香港 我覺得很解放的 如果不解放 怎麼會到處放下 又打又小 其其中一個招數 穿衣服也是要表達的 你想想你生理解放 可以通地和你下一些東西 因為自從有自由行之後 我看到一個女生 穿中古的裙子 即是鋼紗 她只穿鋼紗 裡面就穿底褲 外面沒有裙子 但那個是美女 我絕對不相信她的傻 行為藝術 因為覺得自己漂亮 而且覺得自己很前衛 可能是設計的 也不奇怪 鋼紗加底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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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帥的 我看到她在報攤選擇 我看到那個是四五十歲 即是我最喜歡那種肥 你喜歡肥嘟嘟的 這樣她穿了半透明的 本來不是褲 本來是褲子 她穿了褲子 褲子 她只是當那條褲子穿出去 她不這樣做 怎會讓你今天在節目中說 有沒有穿底褲 我看毛 有個褲子遮蓋著 這樣就算了 什麼年代 什麼年代 四五十歲 什麼時候 現在是附近 為什麼不奇怪 因為大陸的人很受傳媒影響 最近有一個網站叫AISS 大家搜尋一下 她只是拍照 就像以前Pent House Playboy 只是這些 現在出了十幾百幾 那些女士全部都是這樣穿 她當成真的 我告訴你 我在淘寶 看到一條裙子 是透明絲襪的 吊帶 你想像到絲襪 變成了一條連身裙 短到屁股包不完 還有一個模特兒 一張是站在那裡 穿著一個Tea Bag 你看到一條Tea Bag 清楚 花紋都看到 另一張是蹲在地上 你知道大陸的人很喜歡蹲 然後那條裙子 整條Tea Bag 然後標題寫什麼 乾爹、老公最愛 什麼 很直接 乾爹、老公最愛 乾爹、老公最愛 還有她的乾爹 她的乾爹是不是食指 可能是 我看到乾字 就是乾 乾爹、老公最愛 夜店必備 很直接 很直接 很嚴重 這些我認為 有些人已經超越了正常行為 很瘋狂 香港人是堵守的 我覺得上次競爭太激烈了 你覺得嗎 是啊 不是啊 她來到香港也是這樣 因為她習慣了 上面這樣穿 還有香港的女人 算什麼女人 一向都說上海女人 就是女人中的女人 她是不是下來 讓你見識一下她們那種 其實她們把她們的每天的生活 搬到香港 是啊 都說她下來 很擺放 我就當她是受到刺激之後 的行為不正常 是不是 你太保守了 另外一種 又是覺得不正常的 就是 香港人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 躁過以前很多 實躁 怎麼會不躁 我剛才說 壓力 壓力其實 不是只壓腳頭 一路中間 一路走下去 指牙膏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很暴躁 你逛街千萬不要撞到人 不要被人撞 不要撞到人 我想殺人 對 我想殺了她 你也感覺到 還有 還有 我覺得現在的人有禮貌 有很多 不是 還是我的樣子有霸氣 有時候我在床上 或者踩到人 因為你是探長 我預備跟她說抱歉 那些人會說 不好意思 聽眾 不是 一般人也是 你有沒有問你簽名 欺善怕惡 我不太惡 可能還未粗 你的樣子欺善怕惡 如果我們這些白褲 寧欺白騷公是對的 這麼厭 白騷公 白騷公是被人欺負的 真是躁得很緊要 即是你走過 借名 麻煩借名 他就 令人瞄你 為什麼要借名給你 意思就是 為什麼要借名給你 我經常感覺到 以前的社會 都是有一個 起碼有一個氣氛 敬勞 敬勞 或者是讓人 我們譬如入電梯 我看到一個大樓房 我讓他先走 就算是我 我讓他先走 過馬路 我都會讓他先走 但現在 紅燈的時候 現在這個世界 就是他把英國 那時候流下來的英國 Gentlemen Gentlemen的風氣 全都洗掉 你會覺得現在是 接近南韓早期嗎 但我就不覺得 可能我的時段又不同 或者我的地區 其實我最覺得很噁心 就是北葛地鐵站 一出他都被人賺回來 那時候變了我燥 最近我兩次在罵那些人 我先被人推出 推什麼 但我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沒有明白 你要說比環 如果你要這樣說 不行 我做不到口音 記住 我是中華民國那邊 第二 我感覺到 瘋瘋瘋瘋瘋 以前香港的女性 比較怕事 現在的女性 在街上遇到女性 是沒有計時 你知不知道 老老實實 這不是真實的 我又承認 在戲院裡 經常看真戲 一定有大陸人在說話 不大陸人都在說話 我每次都遇到 在討論 從頭討論到尾 說的是 什麼戲院 IFC也是這樣 P也是這樣 因為女性也是匪區 JP也是這樣 大哥 香港哪裏不是匪區 有 有純住宅區 不是很匪 比如我在沙基灣看 沒有大陸人 我上次去到這個數碼港 就是邪惡老人 當然是數碼港 那些樓 人類買到的嗎 不是 我躲到那裏 就撞到邪惡老人 一天是邪惡 一天是匪 對 總之兩個都很邪惡 例如我去沙基灣那些 L cinema那些 全部都是陀地 但是那些阿姐都在說話 那我就變得很暴躁 我孰她 孰她 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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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孰我才算 但我沒理由不出聲 通常本地人 孰完他 他都懂得收斂 大陸人就真的不敢包 很瘋 首先就是 我和一個很熱愛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 因為是記得利益者的一個朋友 去看電影 然後在前面屋的人 就 再來一次 裝青蛙 你知不知道 喝啤酒 喝兩三罐 自己一看電影 都 這樣 好臭 然後 聞到 我就在後面 這樣 然後 我的朋友就 這樣 然後我就說 Darluren 他是一個台灣人 但是他很擁共 但是他父親是國民黨的外交官 很討厭大陸 但是他又很擁共 那些 心理不平 我就跟他說 你也認識過人 你知道我說誰嗎 我不知道 是 是 然後 然後 我跟他說Darluren 然後 到後面 我覺得自己很壞 為什麼 然後看到前面有劉馬尿 他在看電影哭 是 我突然覺得 感情豐富 那些 我突然覺得 好像很傷感 不是 剛才我都被你笑 我想哭 在施殺列車 男主角 死的時候 摔下車的幕 女兒就是這樣哭 叫我爸爸不要走 我知道錯了 然後 前面那個惡怪 流馬尿 然後我就覺得 我自己很壞 為什麼要這樣針對人 但是 有時候 有些朋友 我認識幾個朋友 都是 他覺得惡是 所知不到人 什麼 什麼 惡惡 惡惡 但是 譬如你跟他 沒什麼 兩句 大家都不爭 大家都不爭 大家都覺得 好同事 或者好朋友 但是 又未至於熟 不要惡 大哥 有味的 人家是幻想到的 是 知道你吃過什麼 然後他會回答你 沒有 中醫說 胃肌一定要呃出來 但他完全不想到別人的感受 中醫沒有說你屁股 一定要當重放 有的 但未必有聲音 會的 另外一個感受 就是 女人講髒話多了 這個 你不用這麼說我 直線說 不是 不是 你說髒話 這個髒話 是一個賣點 是賣點 是賣點 好讓我來 繼續 這個賣點 但現在我講那些 我日常生活撞到的人 可能是大學生 女大學生 可能是 OL 在車上 可能是在買贄 買完送回來 2個 2020歲的妻子 延長 例如什麼內容 當然有這個字 我已經研究過了 我不想會意義 你不意義吧 你不意義我們怎麼知道有什麼 譬如我講 有一年我留學生 我想是二年級 二十歲的人 你說那個什麼窮人 毒人 我說那個沒有東西 後來我知道為什麼 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是兩件事 如果他覺得罵人 即是你媽媽 有攻擊性才是粗口 這個就是粗口 我也是這樣想 毒人不是錯 是名詞 是名詞 那個人的名字是毒人 毒就是名詞 對 兩件事可以對調 他說這個人是很毒的 那就叫做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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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想 自己也很壞 自己也很壞 家父就教了一個原理給我 即是逢出難 就不要問他人 是否他媽媽可以的 就起碼不會打架 是 明明說他媽媽 可以的 真的不要出事 不要你 這就是年輕人 另外有時候我會聽到一些人 壞的 overheard 我不應該聽到的 那些東西 我很喜歡聽 你喜歡聽嗎 我就覺得 就算聽到 我也很容易忘記 很八卦 我很怕自己聽到這些話 廣東、廣西、廣南、廣北 順便我自己的節目 是不是廣東、廣西 我每晚都會聽 這樣我就不想 但是有時候坐在地鐵 有些人特意告訴你 那種語氣 原來那些年輕人說話 雖然很多人打電話 但是一人聊天 是差不多每一句 必定有一個字 即是五個字裡面 隨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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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他是說不到話 這個以前是 我都試過 有這個階段 有這個階段 但是呢 我這個階段 不是一個女孩子 不是一個妙齡少女 我知道 但我想問一件事 你覺得是否真的 跟性別有關嗎 跟性別有關嗎 不 以前的性別 是明顯一點 整個文化的氛圍 不是 氣氛 要說大陸話 整個文化氣氛 就是男女要有別 男女的分別 就是 包括語言 以及你的性徵意 很突出 男人應該做男人的事 女人應該做女人的事 除了雀裙 以及雜鞭 這些具體之外 文化上 都是需要有區別 但是今時今日 男女的區別 越來越少 收窄了 收窄了 因為大家出來做事 大家讀完大學 找到同一份工作 男女都可以做到同一份工作 同工同酬太久 而且有些官議員 很多女人 男女的比例越來越近 社會到這陣子的時候 適合有人想做女特首 男人自然不會 沒那麼厲害 變成女的 覺得男人 實在現在男人 是男型了很多 對 因為不用體力來勞動 很多職業都不用體力的時候 越來越縮窄的時候 變成男女之間 已經沒有什麼分別 而且慢慢越界 男女士越界 以前他父親那一界 是他父親 都聽他說髒話 但不是他媽媽說 不是他媽媽說 現在他住了一界 他媽媽都可以說 他可以說他父親那種說話 包括髒話 變成很多時候 我感覺到 我們老一派人 就覺得這件事 好像不太對 還有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 他的認同感 他認為不需要來自於上一代 他不需要你去加持 你去認可 你去認同他的價值觀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要跟你不同 所以你認為不適合的事情 他偏偏會做 這個不單純是反叛 他有一個自我加持實踐的力量 就是能夠強勁自己 即是說我理得你不喜歡 譬如像枝豐的女朋友 說你不怕你生氣的人 你看到這個 很多人都會覺得 怎麼搞的 你女生之家 在立法會中說髒話 但年輕人不覺得有問題 他當歌這樣唱 他當歌這樣唱 這首歌 Facebook經常都看到 另外一個點 我想提出 今時今日的父母教兒子 是沒有什麼強迫性的 即是不能夠逼你不做一些事情 盡量都是用一些軟性的方法 甚至乎自己又很忙 就不會把他教兒子 變成你說了 他又看不到你那麼多 時間上班 當你說慣了的時候 就知道改變不到你 就知道如果我強行罵你不准說 要出的事情更大 我看過有一個人 在Facebook上 很多人追蹤 他寫了一篇很好的 還有我自己如果有一天 不要被邪惡老人皺中 說我嫁不出的話 有一天我有子女 我也是會這樣 粗口照說 包括我有朋友過來 例如次官你過來 探長你過來 我有小孩子這樣算 你照說粗口 我不會阻止 為什麼呢 史英那篇文章說的 正確是這一點 他就說 你不可能 令到你的子女這輩子 都在一個沒有粗口的環境 一定有一天 他會進入真正的世界 人們會說粗口 你讓他早點 遇到粗口 他至少知道 什麼叫粗口 不要被人說 其實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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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你被人罵 你都起碼有反應 你起碼不是傻奸奸地站在那裡 即使我認識我的同輩子 兒子已經讀大學 你兒子還沒出生 你兒子還沒出生 他兒子自小都讀國際學校 他都不講中文 但他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 他問 媽媽 你可否容許我講一句粗口 媽媽說 你講粗口 然後說一講 你不要 你讀國際學校 沒有中文粗口聽 怎會不會不懂 有些人很笨 我上次的節目 我自己的節目有個嘉賓 都是和你差不多一年多 他認不認識嗎 18 他有個 隨便吧 你說多少 他有個朋友 認識了很多年 我的朋友 因為做了網台 可能會有時候引述人 都會講粗口 他問 為何你現在講粗口 現在很閒 我只是引述人 他說我們真的做不到朋友 蛤 嘩 有些人乾淨 是這樣的 我朋友很果斷 他就這樣做了 幾十年朋友 真的這樣 有些人潔癖到這樣的 你不可以死 這個 在以前 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研究過這些問題 有訪問過一些女生 那些女生都是很厲害的 當然是家中產以上 住河東女子宿舍 有人裝了飯 銀紙銀湯 我問他 為何你這麼憎恨一些男生 那時候男生 講錯口情不同 做拍拖 即刻斷 以前就不明白 即刻斷 因為怕見爸爸怎麼辦 不是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深層 他說大家不同階層 是的 孤梨 沒錯 你真的很明白 他說那些孤梨佬說的 那些階層是什麼 我是中產的 我是家中有教育的 鄉承浪子 鄉承浪子 是鄉承浪子 就說完了 即是我在家中有教育的 你還記得我爸爸是另一件事嗎 而我這個階層是不講粗口的 為什麼不講粗口呢 是證明我在這個中產以上 有教養的家庭出身的熟女 所以我現在讀香港大學 我要住這個宿舍 有阿嬤和我裝飯 我穿的衣服是很健康的 很認真的 我怎麼能夠跟你那些孤梨佬 為什麼你會懂這個字呢 就是用這個字 鄉承浪子的那個年份 我覺得不奇怪 現在說的70年代 都是有這個感覺 他覺得就是你那些孤梨佬 跟我的距離很遠 如果我講完粗口 我就變成我也是孤梨佬 就是Titanic 吐譚 是的 是孤梨才吐譚 就是 這件事 麗米華說 在現在還有些地方 是這樣的出現 有些什麼人都有 是的 還要出現 但是我覺得 會不會膚淺的太重要 有的 如果你是在敗你那個限制 就是你那個 你那個 怎麼了 很熱了 身體好了 你由這麼窄 去定義你的status 為什麼不是食物是好 食物和心是好 例如我認識的東西多 廣 不是比我認識的東西少 對不對 不是我能屈能伸 我吃便宜的大排檔 我吃三色的東西 這是你的開放的想法 為什麼我要這麼少 譬如我一定要這樣走 我一定要這樣說話 這樣的行為規範 我才是什麼人呢 越少越遮瑕 越來是精 所以說精英 就是我知道的東西 是我知的 你不知道 他有一種打腫心態 不想令到家族的血統那麼複雜 全部是貴族 就是這種人 就是一個歧視窮人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 是他有等級 是有等級 我的家庭是很特別的 我父母也很粗口 我父母比我父母 其實就不關事 我父母說粗口 我又要多說一次 你媽媽的命是有原因的 我明白的 我大過後都很理解 例如我們說 這些飯很硬 這些飯很硬 你買東西吃 我小時候真的覺得很難受 我自己說不出 其實最奇怪的是 我父母也說粗口 但我整家 他的子女 全部沒有一個人說的 我去到超過三十歲 我才說粗口 講年也不相信 因為我覺得很難堪 說粗口 至到三十歲 我認識了我現在的老婆 你媽媽真的很棒 我認識了我老婆之後 她那一代又小了十年 每個同學 每個都大學生 但每個都說話 我覺得 你不要假裝了 所以 我叫你 對 就是這樣 如果不講粗口 就好像很老坑 即是懶裝 老坑 於是我就開始講粗口 開始解放 要是不講粗口 講粗口就爽了 可能講粗口很爽 我連生理都不同 我小時候敲喘 就是可能 講粗口就沒事了 講粗口就好了 講粗口很意孝傳 對 沒有辦法過 不是開玩笑 厲害 我媽 我媽和我媽 只對著我 Galini 她說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真的很棒 然後她想 你那個聽眾 你那個聽眾 麻煩你聽到最後一個留言 我真的想插她 阿姐忍得很辛苦 她說什麼 她說什麼 這條粉皮 那條粉皮就說 上面這個是娛樂節目 不講時事 再來就說 再聽不清 下廟街熔樹頭 聽人吹都差不多 我不同 你去啦 GoGoGo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即是說我們水平和熔樹頭差不多 你看看你怎樣看一件事 最奇怪的是 你那些粉絲 很奇怪 你那些粉絲 簡直是SM 專業交 簡直是SM 你聽得很不開心 人們又不聽你怎樣 聽人們又說話 聽人們又說話 那麼低俗 但也要繼續支持 又不講時事 最奇怪的是 YouTube那些留言 有個姓劉的 不知是劉什麼 千字文這樣寫 千字文這樣寫 對 就說你不懂英文 就不要亂說 我最近才知道 我看回這麼多人留言 難道很受歡迎 原來那個人佔了 一個人寫千字 對 不知為什麼聽得這麼辛苦 要打字打這麼多 但也不能夠改變到別人的時候 還繼續 給你一個Like 厲害 堅持啊 這個我告訴你 有很多時候 剛才我們說的 粗口 這種習慣是階級性的 我舉個例子 好 其實我們在說時事 不懂得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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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用樹頭 譬如當年 我記得布泰曾經說過 四方 狗鵝 喔 對 他正在說狗鵝 狗鵝 其實他一出口 嘴型已經去到狗鵝 他硬硬收 就收了狗鵝 他說現在 俄漢大同一個解釋 就說鬥鵝 這個世界是沒有鬥鵝的 而且這個不整個詞 是不會說出來的 是說不出來的 如果我專門要做一個新詞 我就會很慢地說 就很潮 就叫做鬥鵝 當時是在說狗鵝 是 但他很明顯 我都明知這個 就是 Freyden Slip 就是 剪了出來 剪了出來 就是狗鵝 但他為何在議會上 不敢承認 是 因為落寶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在議會那些說話 分分鐘釋法 是 因為倉而釋法 有追溯能力 有追溯能力 現在你明白了 我明白 所以其實鴨利州口音 也有一個原因 如果他不說鴨利州口音 即是他蓄意不宣誓 就立即取消議員資格 但這樣會令到 投票給他那些很失望 我明白 我不是要你進來鬥 而且投票給他那些 你為何鬥 我都說時事全方位 都聽過有一個 打我進去 梁仲恒在那裡 說大哥 你進去抗爭 你進去也不想到 你怎麼管 這樣是意思 然後你見到梁仲恒 簡直是死在那裡撐 他都知道糟糕了 你見到他的樣子 他不得糟糕了 所以為什麼 立即變成米酒雞 所以我就說 我不認為他們兩個是鬼 我覺得是玩大了 沒錯 我們是不理你外面的人怎麼說 我們自己獨立思想 怎麼想的 你們喜歡陰謀論 就陰謀過爆 你就說劉賴強給錢 劉賴強就是鬼 你就任你說 一早就說 因為他開了一個戶口 在中國銀行 所以以前 佔中也沒見過他的照片 你說這些是無謂的 因為全部是說 以事論事 今年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那些人真的是小學雞 你為什麼要像小學雞 他才問你要爭 我覺得最小學雞 就是 現在根本上 有柔偉晶這件事 我很肯定是中共的爪牙 或者中共 令到 那個票數 即是拆票也好 即是他的行程 就是在做這件事 沒有柔偉晶 就是第二個精 問題是他找到誰 他就誰做 即是你覺得這兩個人是鬼 他自己做了鬼也不知道 你覺得是做了鬼也不知道 但你不認為他是演員 我認為他某程度也是做演員 即是 譬如你做一個年輕人 讀完書 有一個人給你很多希望 給你入議會 我想未必錢買得到 即是給你很多希望 你進去 還不斷讚你 說你可以的 一個年輕人 在這麼多朋友之中 我能夠入到立法會 即是那種向上的光榮感 令到你一扑進去 做什麼都可以 你反共都可以 你罵共產黨都可以 你做什麼都可以 那個年輕人 怎麼會知道 那個人是鬼 因為他這樣衡量 我聽到 黃毓民跟那些人說 什麼 我經常說共產黨都說我是鬼 即是他們就是 托通了這件事 只要你在裡面 就算說這些 你不認同共產黨 而且你是我的棋 任你說什麼 我跟上面交代 他們這樣 那些年輕人才會相信 整個故事 包攬反對派 是的 這是很合理的 進去的時候 他猜不到玩大了 玩大了 他上頭的金主 說你不要玩得那麼盡 那麼盡 真是死人 這樣 那就唯有要兜 死了 那就是寧願死 是 兜呢 我就覺得 兜知者兜得巧 愚者兜得笨 但是很難 其實這個局 全香港人都輸 但問題就是 我最鄙視的網台領袖 或者網台主持人 經常用情緒來針對那些年輕人 針對那些人出事 尤其是梁柔 那些反對派 那些建制派 他針對他又不奇怪 因為他製造了社會越來的壓力 這是他的任務 但是 非建制派那些人 你何苦 針對一個人 根本那個人的招數 我認為他們的招數 不是他們自己出的 還有你的焦點 又是回到共產黨那裡 麻煩你 我覺得 這個星期間 全部都是用一個很情緒化的方法 不斷罵那兩條鱗 那兩條鱗 遲到會死 現在已經死了 你還扔了幾個石頭 沒有意思 他已經破壞了 你最喜歡聽左膠 左膠就是這樣 你拿道德高地 然後撐死 你正巧要去選 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抗爭 大哥 你就是葡萄成熟義 我覺得這個 亦都是交學費的其中一部份 全港交學費 你不交學費 下次也會合適這些人 例如你在上課 老師很投入氣 你這樣投入氣 這樣沒有可能 現在交學費的時候 這些是不停地發生的 共產黨是很狡猾的 人家如何上位 他不勾結日軍 他如何可以拿到共產黨 說得明白 還說得多謝他 說不止一次 其實共產黨是這樣誕生 你不要當他是正常的議會 不要當他是真的選票 我對他的選票都懷疑 最後怎麼會這樣升幅 現在才覺得是 大家都是蒙在鼓裡 大家都是加上學費 我覺得何苦針對人 但我自己 已經有聽眾說過我天真的 但我真的不覺得他們兩個 是演員 我不認為他們兩個 是知道自己 做這個角色 專門做這個角色 因為我都說他的政治代價太大了 他們兩個現在 是左右不是人 人是鬼 都被人當是鬼 無論是建制也好 非建制也好 他沒有同路人 我也同意 所以他們兩個 是沒有可能付出這個代價 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是被人擺了上桌 好像耶穌臨上十字架 臨死又說 你原諒他們 他們是所作的 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他都不知道 這個我同意 我和你的看法一樣 他真的不知道 但問題現在 每個人都說 要是是演員 要是說他是笨仔 要是是小學雞 小學雞 什麼小學雞是真的 小學雞我們先說 現在大律師公會主席 都是這樣用這個字 來描寫他 挺有榮幸 我覺得 現在觀察這麼久 很多領袖 或者主持人 都是一時一樣的 今天就說他不是鬼 到時候宣誓的時候 看看還有沒有人說他是鬼 共產黨這樣罵 翌日又說肯定是鬼 就是看那個果來推翻那個因 你這些轉彎又轉彎 你壞了幾次 你不要出聲 我看到很多 我不知道你被迫著 你的節目有沒有錢收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經常都要不停地鬥 你鬥什麼 你昨天不是說這些 我記得 你也有聽眾提醒我 我昨天不是這麼說 我面都不同意 沒有 還有真的 現在的事情是不害羞 不害羞 還有還有 你對聽什麼 陰謀論最適合 一定有事情是中的 亂推 人們喜歡聽陰謀論 你找證據 你隨便去司法懲懲 但是人們真的 不過賺一賺 好像明報拍攝 魏晶露底褲那張照片 其實那張照片 雙報拍攝 不是明報拍攝 雙報拍攝 因為那張照片 我看了很久 都不知道是露底褲 這麼多人傳 因為我被構圖吸引了 你不發給我的 你不知道嗎 我也有 如果你們兩個不是人 他就焦點在底褲上 他就焦點在底褲上 無論他的動作的髮型 他那個化妝特別漂亮 還有他整個表情 以及保安的表情 那張照片是經典中的經典 如果有年長一定會拿 無論是燈光又很漂亮 站正的位置 簡直是一張歷史照片 但誰知道 為何那麼多人 為何更有品味 原來是老底 最好說明是黑底 但他這褲太大了 那就沒所謂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